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本视频包含该书第十章《胡温新政》的部分内容。 23条立法引发香港危机。 这次香港回归庆典,胡锦涛与中央政治局安排新任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央政府参加,在香港活动数天,并给香港送了一份大礼。 签署,SEPA,SEPA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英文简称,内容类似当今世界流行的自由贸易区,但范围比自由贸易区还要广泛。 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香港经济,因世界经济大气候不好,陷入低谷。 而2001年,又是中国入市,年,港商担心失去以前中介优势。 2001年11月,香港特首董建华在赴金数值期间正式向中央领导人提出建立类自由贸易区构想,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磋商。 当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中央新领导集体审视多事,鉴于香港的灾情,胡锦涛、温家宝及吴仪等人力主,做出了加快磋商步伐的决定。 赛帕的签署,汇集香港制造、金融、服务、投资等诸多行业,胡锦涛等人指望有助增强港人信心,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尤其是缓和香港当时为基本法23条立法而愈演愈烈的冲突。 6月30日晚上,温家宝出席庆祝回归酒会并讲话,7月1日早上与3000名嘉宾出席在湾仔金子金广场举行的升旗礼,随后带着国务委员唐嘉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等一起离港回京。 他们的飞机还未降落北京,香港大游行的人潮就开始往维多利亚公园、铜锣湾一带汇聚了。 当天艳阳高照,酷热难当,但市民参加大游行的热度更高,人头涌动。 连六四期间,香港百万人游行都很少出动的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中产阶级也出动了,来自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几千名医疗工作者格外引人注目。 领队告诉记者,他们会以战胜非典的勇气和决心反对23条立法。 23条是什么?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第23条 文字只有短短几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4. 这一条款一直是个敏感议题 支持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已进行了大量公众咨询和立法审议,做了充分酝酿和准备。 3个月咨询期内,共收到超过9万份各团体及个人的意见书,市民签名超过30万个,根据这些意见,对草案最具争议性的项目做出大幅度修订。 何况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已经就港人的自由和人权再三做出保证,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明确宣示,23条立法绝不会影响港人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反对者则坚持认为,23条立法实际上会扼杀香港的自由民主,违反一国两制原则。 他们将反对23条立法,示威香港一国两制的最后保卫战。 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都有意在董建华的第一任期避开这个议题。 随着董建华再次当选,他们认为一等的够久了,决定在2003年中期通过这一条款。 一读通过,二读,三读时间逼近,外国势力也纷纷表态,卷进争论。 美国白宫和众议院发表声明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 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火气越来越大,终于在7月1日爆发了大游行。 大游行持续到天黑。 世界各大媒体报道和评论了香港大游行,香港民意当即传遍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唯一的例外是自己的祖国。 全国人大没有应答,国务院没有应答,领导一切的中共中央也没有应答。 当天没有反应,第二天没有反应,第三天还是没有反应。 对外没有反应,内部却早已行动。 游行的规模震惊了中南海。 胡锦涛等人立即举行会议,分析局势,评估对策。 香港《太阳报》报道,中央认定有外国势力在事件中推波助澜,目的是冲击一国两制,阻言海峡两岸统一。 报道引述来自清北京的消息来源透露,中央政府注意到,在大游行前后,不少外国情报员、特工、台湾人士和前朝港英高官陆续来港。 但是胡锦涛未守的中共中央掂量的出来,七一大游行是对一国两制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当游行人群散尽后高喊抓幕后黑手,纠反华乱港的一小撮,于事无补,适得其反。 他们还感觉到过去对香港明星的估计出现重大误差,一味坚持23条立法,必然更加激化矛盾。 权衡利弊,两害取其轻,不如暂时后退一步。 7月7日,董建华宣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毒压后,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胡锦涛及手下有关机构负责人,在大游行之后,连续接见清北京党派社团,同时也注意吸取教训,监听责民,扩大接触范围,对一部分反对23条立法的党派社团,也通过一定方式听取意见。 据悉,胡锦涛只是派省级官员到香港,主动与香港民主党负责人接触,听取他们对目前特区政府的意见。 7月19日,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分别会见了董建华,提出了化解矛盾的建议。 还新成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由曾庆红任组长,主管港澳台工作,加强对港政策,同时加紧落实开放大陆人赴港旅游的香港自由行,香港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SEPA等停港措施,希望维持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支持和培植支持董建华和亲北京的势力。 微妙的是,将胡不同思路也反映到处理香港的问题上。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将江泽民的停董,悄悄调整为停港,避免直接为董建华背书而导致被动。 但江系人马也觉察到这一点,国务委员唐嘉玄在到深圳向董建华赠送抗非典物资时,为董建华大唱赞歌,压制香港来自各界的导董声浪。 董建华积极推动立法的官员,面对50万人游行,面对自由党倒戈,眼看在立法会得不了多数票,被迫向民众让步,宣布延期立法。 9月5日,董建华又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重新检讨有关立法工作,向社会各界做充分咨询。 七一大游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落下帷幕,主张加速香港民主化进程的民主派阵营,获得重大胜利。 亲北京的党派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则成为最大输家。 中央驻香港的领导机构中联办,2003年9月进行人事调整,在派来担任中联办副主任的官员中,有胡锦涛在团中央期间的老部下,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刚,以及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调配局,议局,局长彭清华。 十年四十六岁的彭清华是胡锦涛的伯乐宋平的秘书,后来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党务,组织彭清华与他相熟。 富豪落马,扯出一堆政治麻烦。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大发横财和一夜破产,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有中国特色的却并非如此,耐人寻味的不是落马细节,而是背后原因。 胡锦涛在施政举措中,开始向弱势群体倾斜,维护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其另一面就是一批新贵爆发户受到打击,但始料未及的是,富豪落马,往往总是带出一堆政治麻烦。 2001年,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第二富豪洋兵,是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跟斗上场的。 他在国外是民运人士,入籍荷兰,却在中国经商发迹,他刚被北朝鲜领袖金正日,任命为朝鲜首次设立的新一州特区行政长官,还未走马上任,被中国沈阳当局以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未有,软禁审查。 杨斌经营的欧亚农业集团高层,纷纷辞职,与他划清界限。 中朝关系一向特殊,朝鲜发展经济不能没有中国协助。 朝鲜在中国丹东对岸,设立新一州特区,如此重要的经改一步,又委任入籍荷兰的中国人当特首,事前竟完全不智慧中国。 建特区初期投资,是个天文数字,表面上,杨斌有欧亚农业集团坐骑靠山,实际上,他就是在中国大量集资。 朝鲜企图通过合集华人富商杨斌这个管道,大量吸纳中国资金,中国不得不干预。 2003年7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杨斌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刑贿罪等等,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如果说杨斌闹的,是一场国际滑稽剧,杨荣案件则向电影罗生门。 杨荣,原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拥有上市公司。 以70亿元资产,2001年度被财富杂志评为中国排名第三的富豪游走于资本和产业之间。 华晨的身份,国有还是民营? 按照杨荣的说法,政府并未投资,当然是民营。 他认为自己只不过为企业戴了顶国有帽子,但辽宁省常博西莱吉手下绝不承认这一点。 在辽宁省政府推动下,国家纪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将华晨部分资产由财政部划归辽宁省。 2002年5月,杨荣突然出走美国。 9月19日,辽宁省常博西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晨集团前董事长杨荣是华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 不是民营企业家辽宁省接收华晨国有资产,是执行国家的有关文件。 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杨荣。 杨荣也不示弱。 入禀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状告中国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其财产权。 他聘请了美国很有分量的人物,组成律师团。 其中有美国前参议员、众议员, 有位美国前总统里根担任过六年法律顾问的著名律师。 在美国一个地方法院,告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 中国人很难接受。 但收到美方通过外交途径转递的传票后, 辽宁省政府最终决定出庭应诉, 请求美法院驳回养荣的诉讼请求。 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审理后认定, 辽宁省政府征收华晨中国的股份是主权行为。 辽宁省政府享有豁免。 法院2005年作出判决, 驳回养荣的起诉。 养荣随后上诉也被驳回。 10年49岁的孙大午, 是设于河北徐水的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 集团旗下有种情、 饲料、电器、食品等多家公司。 还开办大午中学, 员工1500多人, 固定资产上议员。 孙大午是个理想主义者, 特立独行的企业家, 主张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以及走向第三共和, 对当地官吏虚索, 从不肯陪笑敷衍。 2003年5月27日, 孙大午突然接到 袁徐水县政协副主席崔士军的电话, 说新任县委书记请吃饭。 不料参加的却是厂鸿门宴, 他被扣留, 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8亿人民币。 在他被捕之际, 大午网站也被查封。 孙大午在海内外, 引起广泛关注和同情, 全球媒体呼吁, 知识分子推动营救。 当局有关抓他的理据, 引起了中国大陆民营企业界, 法律界和学界的反弹和争议, 广州南方都市报, 南风窗, 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中央电视台等, 都以大篇幅报道事件由来, 对孙表达同情。 著名经济学家毛于世, 著名法学家江平, 以及海内外众多学者, 如吴敬脸, 陈子明, 杜维明等, 都在不同场合, 表达对孙大午案的关注。 这领河北当局史料不及。 据悉, 在一次招商会上, 由外商坦率的, 对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说, 你们连孙大午这模优秀的企业家都不要, 怎么保护外商的利益? 白克明认为, 看来此案处理太匆忙了, 没有考虑清楚。 孙大午案暴露了现实政治和现行制度,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在农村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成了既孙志刚案后, 又一起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政治司法事件, 一直惊动到胡锦涛。 孙大午案柳安花明, 是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对民营经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明确支持之后。 胡锦涛就孙案做出善待民营企业家的批示, 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 亲自介入事件调停, 要求以法律为基础, 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 希望尽快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消除因为拘捕孙大午, 给河北投资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孙大午律师团, 为其进行的是无罪辩护, 孙本人也没有认罪, 只表示承担公司因此出现问题的全部责任, 但法院还是判孙大午及其公司,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成立, 孙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出罚金十万元, 公司则被判处, 罚金三十万元。 孙大午被放了出来, 潜艇失势, 江泽民重新露面。 以上这些麻烦事, 一山放过一山蓝, 敖战飞点正憨, 海军361潜艇突然失势, 则让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雪上加霜。 2003年5月2日, 中央电视台突然以字幕方式报道, 我海军一艘常规动力潜艇在内长山以东沃领海进行训练时, 因机械故障失势, 挺上70名官兵, 不幸全部遇难。 这一消息震动全国。 中国海军拥有60多艘潜艇, 300多艘主力舰艇, 潜艇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5、6名, 但战力排名第7, 在亚洲也落后于日本和印度。 出世的潜艇, 隶属北海舰队旅顺基地潜艇第12支队, 号称是恶守津津门户的主要潜艇部队。 失势的潜艇, 属于中国自制的明吉035型常规动力潜艇, 是在渤海海底进行反潜训练训练时出世的, 后续报道称,有关方面调查, 判定是人位错误造成潜艇水平多失控, 潜艇头部向下沉,直至搁浅, 挺上70名官兵缺氧窒息而死。 这是自从中共政权执政以来, 首次透露海军潜艇失势的消息。 几个星期前, 中国政府还因为封锁有关非典疫情, 饱受国际社会的指责呢? 本来胡锦涛正在全神贯注对付非典, 5月1日还去天津视察基层, 忙得不可开交。 361挺失势, 按说军委主席江泽民和几个军内副主席出面处理就行, 不必非要他分担。 但是江泽民要求胡锦涛一起参与, 有分析家称, 他想借这个机会让民众在电视上看到, 他们两人同时出面时, 谁是老大。 胡锦涛只得放下别的事物, 与江泽民等接连开会, 听取汇报, 参与领导和指挥事故处理。 5月3日, 江泽民、 胡锦涛等人专程赶赴部队驻地, 夜以继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他们亲自登上361挺, 仔细查看每一个站位, 询问有关细节, 又与部队领导和专家座谈, 一起分析失事原因。 5月5日, 江泽民、 胡锦涛等在大连接见了海军361号潜艇, 遇难官兵亲属代表和所在部队代表。 在抗击非典瘟疫最吃紧的日子里, 基本上没有露面的江泽民, 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 在电视上占据了中心位置。 而前一段时间, 到处奔波的胡锦涛, 只能小心翼翼随势在侧, 与其他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一起跟着从头到尾, 脸色格外难看的江泽民, 一一巡视, 一一握手。 胡锦涛自觉当好配角, 不能讲得太多, 以免夺戏。 但他遇难官兵, 既是你们的亲人, 也是我们的亲人这一句话, 比江泽民讲的长篇大论, 给人留下更深的影响。 江泽民的这次露面, 在海内外, 又掀起一阵胡锦涛的硬霸子, 受到枪杆子钳制的议论。 好在第二年, 2004年9月, 江泽民正式辞去中央军委主席, 这最后一个职务, 由胡锦涛接任, 真正及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然而, 一直到今天, 人们还是能清晰地感觉到, 中国政坛上没有任何植物的江泽民的浓重的影子。